鲜熟过世 在还原观上告诉我们 三种周边 那段文不长 但是很重要 我们要 用真实心来对待 它不是假的 第一个 周边发解 念头才动 就周边发解 周边发解 意思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祝福菩萨 通通知道 距离我们比较近 比如说 这一个大千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 十万个银河系 我们七心动念 天神知道 他有这个能力 声闻 原觉 他们知道 周边发解 七心动念 自己要负责人 七不到别人 只是欺骗自己 没有办法欺骗到任何人 那周边发解 这一般的 知道 因为 所以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居足无云 色受相形式 桌子 物质这是色 它有感受 它有想 它有心 它有识 换一句话说 这个桌子它会看 它会听 它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起心动念 它全想得 日本江本波斯是用水做实验 说水瑜知道 佛法说 任何一个物质现象都知道 不一定是水 因为物质 跟心里永远分不开架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最小的物质 物质的基础 最小的 所有一切物质都是这个最小物质组合起来的 金刚金家的夜合像 大地是组合成一个星球 小的组成我们人生 组成一张桌子 都是组合的 叫夜合像 夜合像的一个单位 我知 它有首相显示 它怎么会不知道 太清楚了 中国人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需要三尺 三尺太远了 全知道 第二个 出身无尽 那就是 你只有念 它就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的 影响发生在什么地方 也许我们自己不知道 不知不觉 也许在掏方时期 也许在别的信息 肯定有影响 第三个 寒荣空游 这是讲星亮 星暴太虚 亮周杀戒 所有一切中心 统统是天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那么这是说 取机无疑 佛菩萨涌上了 智慧 得能 神通道理 统统用上了 帮助这一切中心 成就一切中心 众生 迷雾 全身不一样 业障的成分 也不相同 善根深厚的 容易度 没有善根的 很难度 容易度的先度 不好度的慢慢来 佛师们中 不是一人 这是普贤的意思 林基亚神 就是花言经上所说的 五十一位 发生大死 他们 统统修普贤心 都称为 普贤菩萨 有点 三段